在這個時候才要特別多謝一群香港前線的醫護人員 在這個這麼艱難的時候都繼續為市民服務 另外也要多謝各行各業在這段時間為香港付出和努力的每一位 多謝你們 我們一起加油 Hello 大家好 我是Amy 今天趁出開來想和大家走一走尼敦道 趁這條片想記錄一下現在的尼敦道 無論你仍然都在香港大日入屈分空 又或者你已經離開了香港也好 希望今天這條片可以讓大家看到尼敦道今天的面貌 今天是3月9號 現在的時間是下午4點半 我現在位處的地方就是在尼敦道尖沙咀的嘟嘟 即是我現在身後面就是太空館 對面就是半島酒店 然後前面就是Shoriton淳光 我今天現在就會向這個方向和大家一起走下去 我已經隔了一段時間沒有出來 所以今天就要一起看看尼敦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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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敦路 就已經是沒有開的了 那這邊也有這些 我記得這些之前是一些好像時裝店那樣的 都已經結業了 這些全部都沒有開了 馬沙都還有開 這些電話亭呢 現在都買少見少了 是不是 標行呢 都是押納不倒的 這些都全部結業了 大家有沒有全條尼敦道走過一次呢 即是剛才一開始的位置走到來 現在這裡是清真寺 其實大概是十分鐘左右 那你猜猜一下全條尼敦道走完的話 大概需要多少時間呢 好 那我們繼續 清真寺呢 都是沒有開的 然後一聲就走到來Partlink了 這裡身後面這個呢 當年是堪稱一個鋪王來的 現在都人去流空了 是招租的 我們現在呢 就慢慢看一下 Partlink 有幾多間鋪是有開的 幾多間鋪是沒有開的 沿途都有不少呢 這些是招租 是的 已經是遷出了的鋪 有些鋪是沒有開的 沒有開的那些呢 就是一段時間不開的 即是可能是 你見到那些告示呢 就會說是 可能是有七天啊 十天啊 一段期間不開的 對面是 美麗華 Partlink的這一節呢 就更誇張一點 成段呢 就只有 1 2 3 4 5 6 6個鋪位是開了門的 其餘呢 是有13個鋪位呢 都是 拉了閘的 這裏有一個九龍公園的 香港漫畫 星光大道 這邊呢 都是 是的 零零碎碎的 幾間有開門 現在呢 就來到Partlink的尾段 即是意味著 即將離開尖沙咀 進入佐敦啦 那整體感覺呢 尖沙咀的人呢 比以往真是少了很多很多 雖然呢 今天是星期三 是 Widday 但是 以往的 星期三的下午呢 尖沙咀都不是這個人流量 是的 我們 繼續向前走 是 無論怎樣我們都要向前走 我們 進入佐敦 我們進入佐敦 這邊這裏呢 就是山林道 就這樣看呢 很多很多店都是沒有開的 是的 而這邊的這些地鋪呢 都是沒有開的 這裏這些地鋪呢 全部都沒有開的 這裏 佐敦的感覺呢 比起尖沙咀呢 就更好似少些人 而且呢更加多店鋪呢 是 就是貼著一些租約期門啊 清貨啊 一見不留啊 這些 行峰對面 是的 這些我都不記得了 以前原有是什麼店鋪來的了 這些都是沒有開的 前身加利大廈 現在呢就是佐敦會 現在呢就是佐敦會 我那時候呢 記得是有聽過有鬼故說呢 說他的 那個Basement 是很 很厲害的 據說那時候呢 是連他們 那些同事 即是那些 售貨員呢 夜了 都不敢去他們那裡的廁所 是 不過經過那麼多手 轉手之後 不知道現在是怎樣 好了 來到這裏呢 我們就不如過一個去廟街 看看廟街現在的情況 先 好了 現在我們呢 就來到廟街 廟街現在 是這樣 現在這裏呢就是廟街 佐敦那一段的 食肆 餐廳 由佐敦這邊走過來呢 眼見呢 是有一些零零碎碎的 檔位呢 是有開到 是的 但大部分呢都是沒有開的 跟之前呢 正常的時候比呢 就真的 差很遠了 因為以前呢 是超級旺的 但我見呢 他們都有在這裏準備的 可能呢 夜些他們可能會有多些開的 是的 只不過可能現在是未夠 很晚 或者 這個呢就是廟街 現在的面貌了 那 由尖沙咀走到來佐敦道 好像是第二個見到的電話亭 原來現在都還有電話亭 那見到呢就有很多店 就是變了這些的特賣場 有些保險的店 都不止一間的 其實剛才都見過另外有一些有的 連報紙檔都沒有開 這一段呢就是南京街 很安靜 對面 這個店呢反而我記得真的很多年都是沒有人租的了 很久很久以前呢 這裏是泰林 還有沒有人知道泰林電器 為什麼我會記得呢 我小時候有個同學的爸爸是在泰林那裏做的 是的 在這個位 跟著我印象中泰林倒閉了 就一直都好像丟空了 直到現在了 倒閉倉都沒有開 跟著這些呢都是結業清貨 找換店都沒有開 找換店都沒有開 佐敦這一段的印象呢 曾經是有很多很多藥房 是的 現在都好像不見了 這些的報紙檔呢 其實現在在香港都越來越少了 走到來永安了 即是呢即將就會離開佐敦 進入油麻地的區域了 另一個發現呢就是現在街上呢 多了很多很多的士 是的 以前呢 即是截的士是一件很難的事 現在呢 好像 是的 多了很多 是的 是的 現在呢 現在呢 是5點鐘 即是我從尖沙咀走到來 油麻地這裡呢 其實是半個小時 但真的發現呢 有很多這些的 藥房啊 賣衣服啊 賣寶石 首飾啊 這些全部都沒有開了 挺難得啊 在這裡聽到鳥仔叫 這裡真的有很多鳥仔 我們在這裡呢 屈一屈進去看看廟街現在的情況先 好多了 尾刀冰室 摸開啦 那前面這裡的公園呢 就變了做流動檢測的地方 中方街即是榕樹頭那裡走出來 這裡是尼敦道 對著呢 中華書局這裡上面的那棟大廈呢 就有另一個的都市傳說的 話說呢 好像是說 好多年前 一九五幾年 就說有人打麻雀 就說打打下 吃虎 多兩對手出來收錢 是的 這個呢 可以上網找到資料看回的 當時呢 就說是好轟動的 那它正確那個位置呢 就是在中華書局上面的 那棟大廈了 那當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經重建過了 因為隔了很多很多年了 是另一個好轟動的都市傳說 明顯地呢 來到油麻地呢 就感覺人是多了的 這個粵華樂器行呢 真是很多很多很多年歷史的了 我印象中 真是自我 自我識得油麻地就已經有它了 還有中華書局也是 不過它沒有開啊 來到油麻地呢 雖然有很多店舖即將會結業 但整體感覺比起尖沙咀和佐敦好很多 這裡人多了很多 這就是兩頓飯 現在五點鐘都已經有很多人排隊 我發現很多金行都沒有開 反而很多標行都一直有開 他都沒有開 現在來到燈打市街 時間是五點半 即是說我在尖沙咀走到旺角這裡 就用了一個小時 燈打市街我當它是旺角的開始 馬會都沒有開 多了很多這些手機配件 買那些自拍燈 這些店舖多了很多 多了很多臨時的店舖 這些整標的街邊檔 現在都是買少見少的 這裏 這裏創興廣場 很多人問九龍區哪一間十二元店 多東西走 這裏有一間很大間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這裏 上去的 創興廣場 在近信摩對面 即是多了很多這類型的店舖 倫敦大酒樓 這些都是沒有開的 正在做大清潔 正在做大清潔 這些都是結業 但是這裡都很很正常 第一天就到了旺角大會風 差不多遇到旺角的 旺角的孤獨 不過這時我想去旅人街 看看旅人街現在的情況 這裏就是旅人街 匪夷所思 是有零零碎碎的当有开的 但是真的跟印象中的女人街是两回事 在女人街打羽毛球 到底这个女人街还是不是大家熟悉的女人街呢 这一段好些 不过都不是大家印象中的女人街 既然都来到女人街 不如我们就进入里面看波骸街的情况 波骸街以前都是非常水舍不通的一条街 很多人 无论何时都会挚满人 但现在是这样 大环好这一条街结业清货的情况 就没有尼敦道那么严重的 那我们穿回女人街出去吧 这边就顺便在亚佳佬街 先达 这边的情况 这边我记得之前是一间很大间的八路会 没了 这边是西洋菜街 这边也尚算是热闹的 踏出了亚佳佬街的旺角中心这一段 就突然间又觉得好像是静了很多这样 前两旁都是有很多店铺都是没开的 好了过了旺角中心 我现在就上了行人天桥 意味着即将会离开旺角 进入太子方向了 不过这边我都想快看一看 到底金鱼街 现在有什么情况 可能在天桥那里快看一看 这边就是金鱼街 罩眼看还是有很多车 似乎都是很多人 不过如果跟正常的时候比 其实人都是少了很多 因为那时候 连车塞进去都有problem 这个就是花园街 就这样看 它比起女人街 和庙街好很多 因为它还有很多档 都是有开 在了金鱼街 和花园街之后 我现在就走回到尼敦道 向太子方向继续走 看看太子那一段的尼敦道 到底现在又是什么警方 撒尼亚 还大开放 它比起旺角和油麻地 这里就静了很多 这家麦当劳都没开了 很快就来到联合 和金都 看到金都 都是很少人出入 联合 联合也是 很少人出入 联合里面 很多家都没开 七十天都没开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整条尼敦道 由一边就是尖沙咀 半岛那边开始 至到太子的哪个位置 就是尼敦道的 结尾 尼敦道的另一个 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里就是 协城汉太子中心 就是摊油的 这个位置 它就是来到尼敦道的 尾声 再前面就是 深水埗区 这里就是 尼敦道 今天这个分享 其实主要就是 想记录下 现在 2022年3月9号 的尼敦道 那个状况 在这段时间 香港 真是面临一个 情所未有的 难关 大家都在 很努力的 熬着 希望大家 都一起去努力 熬过去 最后老土点 都要说多一句 在这段时间 大家支持 多点小店 守望相助 无论多难的难关 我们都一定可以 熬过去 大家加油 今天的分享 就来到这里 希望很快 我们就会重建 一个 很繁荣 很五光十色 很多人 很热闹 很多东西买 很多人去逛街 很多人很开心的 香港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